在这个网上的话是比较火热的 然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都在询问 像这种产品的话呢 如何用UG的建模去完成它 其实它的整个绘制过程的话呢 是特别的简单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大叔我就为大家录制一特 我们关于NiKM95口罩的这个 制作的一个方法 也是希望的话呢 通过这个视频的话呢 让大家知道 UG软件的话呢 其实在建模的CD模块中间是特别的强大的 首先的话呢 这是一个绘制好的产品 那么我也是实时的在网上的话呢 是找到一个跟这个口罩比较对应的一个图纸 就这样一个图纸 大家如果说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呢 应该也是能够搜索到商业的一些目标图纸的 那么真正这个图纸的话呢 首先可以看到的话呢 这是有两幅视图的 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完成之后的一个刀模的图纸 和针对刀模平面一个展开图 所以想去完成这个产品的话呢 是必须拥有这两幅视图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整个产品的这种展开图的话呢 是我们需要在优机软机中间先把它绘制出来的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 我是帮大家绘制完成了 省略大家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刀模中间 它我们所需要拥有的两个尺寸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总共的一个宽度 总共的这个宽度 是180的一个这样的圆柱 然后呢 圆柱的基础局面的话呢 是90 76.5的一个距离 这是圆柱的一个内径 外径的话呢 它的整个刀模的距离的话呢 是80.5的距离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整个产品的底面做好之后 突出的高度距离是多少 是两个毫米 80.5的距离 刚好是两个毫米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好展平图子之后 整个针对某一个削切的这种刀具的这个横界面的话呢 它的拉伸高度也是两个毫米 OK 分析完这一点之后的话呢 咱们再回到案例中间 这边的话呢 我是直接为大家绘制好了 咱们的平面的仕途 下面的话呢 这样一个一半的仕途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尝试下针对刀模图子进行这个节目 首先的话呢 我们针对于说这些可以被创建的区域的话呢 进行简易的拉伸 拉伸出来 OK 选择我们拉伸命令 快捷的是将所有的形状 包括这些形状 外表的形状 里面的形状 包括KN95的这个标识形状和所有的形状的话呢 都把它做成一个两毫米的高度 选择拉伸命令 这边的话呢 我们选择相应曲线 包括打断的方式的话呢 去拉伸这些趋势啊 这个高度的话呢 就是我们数据做的两个毫米的高度 高度的话是两个毫米 OK 那么其他的数据的话呢 全都用相应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这个曲线的形态 框选择关键的数据啊 做就可以了 OK 这两个毫米的话呢 咱们也去拉伸完成了啊 把拉伸对线的话呢 适当地隐藏一下 然后呢 下的这个距离也是一样的啊 咱们也是拉伸一下 两个毫米的距离 那么对于这个形状的拉伸距离的话呢 就稍微注意一下了 我们会拉伸的稍微缓慢一些啊 我们适当的话进行拉伸 那么这边的话呢 为了拉伸这个结果稍微快速一些的话呢 我们会选择这样预览的话 给它稍微关闭一下 针对所有的目标对象 除了我们能够进行单选之外 也是能够进行框选的 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框选出所有的这个方形对象 OK检查一下这个方形对象的话呢 是否完全的框住了 如果说在框选过程中间的话 有一些不必要的选项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住shift的话呢 移除这个相应的选项就可以了 OK这拉伸的高度的话呢 仍然是两个毫米的拉伸高度 我们选择确定的话呢 就能够将外部的整个刀膜中间 针对平面的话呢 两个后面就全部的构结完成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比较关键的地方了 希望所有同学的话呢 认真的听完听好整个课程 第一个的话呢 你要知道我们是如何成形出 这样一个刀膜的模具形态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去成形在一个平面图子 然后呢卷成 生成的话呢 咱们这一半的平面图 然后呢卷制成 卷成我们这个圆柱形态 其实通过刚才这个描绘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去构建它的湿度的话 已经是基本的做好了 基本的生成了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去构建一下 我们整个180度的宽度的形状 我们说它的整个底边距离的话 是76.5的距离 那么我们选择拉伸 这样底边这个形状的话呢 整个直线的边界啊 拉伸出一个我们的半径的一个拉伸宽度 是多少呢 首先的话呢 拉伸距离 设置成我们76.5 乘以多少 76.5 76.5 除以2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半径 那么周长的距离的话呢 是我们的πr 就是我们的这个rπr 对吧 我们一半的话呢 就是πr 那么如何在优积中间表示π呢 我们可以选择乘以我们的pi pi的话呢 就是优积中间 准备一个π的表达 OK 选择确定之后 注意拉伸方向 这个方向的话呢 我们选择exo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需生成的 这个边界形态 注意啊 这边的话还有点没讲到啊 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是一个 消气之后的话呢 是一个斜边的距离啊 那么我们要去把这个边界啊 注意一下 这个边界的话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 拔模的方式的话呢 生成这个斜边 我们非常快速的去完成这个斜边的制作啊 因为不单是有直边 它其实是有斜边的 那么我们如果在工作中间碰到这个刀门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边界的话呢 是要拔模的啊 因为拔模边界的话呢 你要尝试一下去把这个拔模边界做好 那么这边的话呢 咱们尝试做好了这个边界形态啊 一致同时的话呢 拉伸的距离特别的重要 是76.2的距离啊 76.5除以2 那么这是我们的半径 然后呢 乘以一个我们的π的值 OK 这个就已经拉伸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整个平行平面 那么圆柱平面怎么构建呢 首先的话呢 咱们起始点做成一致啊 为了去非常好的 做好我们的圆柱平面的话呢 我们通过回旋的命令去做 回旋体的话呢 任何选择这个边界 然后呢 它的轴近方向设置为Y轴 距离呢 需要注意一下啊 距离我怎么输入呢 是76.5除以2的一个命令 并且的话呢 是扔着Z轴的负方向 负76.5除以2的命令 点击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半圆形的形态呢 我们就构建完成了 其实做成这样的话呢 其实有些同学的话呢 都应该能够想到了啊 老师是不是 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区变的方式 将平面的形态 变形成圆柱形态 非常非常的正确啊 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 特别特别重要的命令啊 并且中间的话呢 是能够去将一些形态的话呢 通过一些趋势 变形成另外一种形态的 我们通过边际 选择小平面体 啊不是啊 在曲面啊 找到我们的一个命令 叫做整体变形 在这里 整体变形中间的话呢 那我们所运用的 这个变形方式的话呢 是根据曲面来变形啊 根据曲面的变形 那么刷新下命令之后 我们重新选择 根据曲面的变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话呢 需要去通过我们的平面 变形成我们的 圆弧的一个半竞的面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上边的实体形态的话呢 全都是我们要变形的形态 对吧 我们选择一个啊 全部的上面的面吧 框选一下啊 注意这个底面的话 以后选上去 我们把这个底面的话 给它稍微移除一下 这是我们整体的面 于是同时的话呢 再选择我们的基本面 圆柱面是基本面 而我们下面的这个翻转平面 控制面的话呢 是这个平面 OK 选择完之后的话呢 直接我们通过预览的方式 可以看一下啊 那么预览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形态 就能够去很好的做好了 但是呢 很多同学的话呢 就都想到这一步了 但是会发现的话呢 并没有按照我们要求来做 其实的话呢 还欠缺一个啊 我们点开更多设置 在我们的变形方向中间 选择与垂直对象 进行一个垂直于我们目标对象的方式去做 这样的话呢 通过我们的整体变形的命令 就能够去将这个刀膜 非常好的有平面 变形成我们的曲面形态 并且方向的话呢 都是沿着我们这个平面的正向方向了 最后的话呢 选择确定键 这个刀膜的形态的话呢 我们尝试下 是否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呢 那么稍微等一下啊 运算完成这个 这些组术之后的话呢 整体的形态 我们就非常顺利 非常完整的构建 完成了 其实这就是我们制作刀膜的一个这样的方法啊 特别的简单和容易 并没有那么玄乎啊 是不是 OK 那么整体变形的形态的话呢 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啊 隐藏一下整体变形的形态 像上面远远的形态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隐藏 你看这个形态的话呢 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 最后的话呢 咱们直接将这个刀膜的形态的话呢 给它拉过来之后啊 可以实际什么呢 将我们的实体形态的话呢 进行一个构建啊 选择我们的这个回旋体的命令 生成到我的一个轴时量 原型原点的距离的话呢 是360度的这样一个距离 就是说重新构建我们这个实体的形态啊 你看这个一半的刀膜的模具的话呢 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好了啊 这边的话有些遗漏啊 可能之前我们隐藏的时候的话呢 没把这些对性的话呢 非常顺利的隐藏过来 我们全部都快速选择一下 包括这些形态啊 最后的话呢 我们找到这个形态之后 直接将左边的形态的话呢 特别顺利的进向到右边 其实咱们这个刀膜的形态的话呢 就全部的构建好了 最后的话呢 选择我们的一个实体 选择我们的进向起合对象 框选所有的目标对象之后 注意啊 KN95的话呢 是不用进行进向的啊 除了这几个对象的话呢 别的对象都是可以进行进向的啊 选择咱们的目标对象 创建完成这个目标形态之后的话呢 直接选择中心平面 进行一个中心的目标对象 选择确定之后 这样一个我们的整个刀膜的形态 模具的话呢 就全部的构建完成了 进向之后的话呢 这个形态就完成了 OK 那么这个刀膜的模具的话呢 咱们就特别好的构建完成了 所有同等类型的模具 这个刀膜的这个3T图的绘制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进行一个构建 你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这个方法去看